今天要分享苦难的奥秘 为什么要分享苦难的奥秘呢? 当然是跟最近的武汉肺炎有些关系 这是一个天灾,对不对? 天灾当中,就有很多人受苦 你会发现,受苦的人当中 不仅是那些不信主的 甚至于连爱主的基督徒也受苦 甚至也在这当中丧生 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会遇到这许多的苦难 然后,也不见得说是好人就一定是得到好的结果 坏人就一定是不好的结果 所以在苦难当中,有很多的奥秘 第一个,我们来看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 人世间充满了各样的苦难 有疾病,有死亡,有贫穷,有缺乏 还有家庭破碎,妻离子散 社会上,还充满了不公不义 你看到好人没有好报,恶人却飞黄腾达 你看到天灾人祸,许多无辜的人都遭殃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神如果是爱的话,祂如果是全能的话 为什么会容许这许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呢? 所以这次有基督徒在武汉肺炎当中上升 就有不幸的人说,你们的神在什么地方呢? 但这个世界起初并不是这样子的 神所造的伊甸园里面,一切都是完美的 那时候神看没样,都是好的 人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善良 里面也没有不健康的任何的基因存在 神和人,那时候能够充分的沟通 那时候神把自己的生命,智慧跟爱就供应给人 但是后来人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于是就有了罪 这个罪就使人跟神隔绝一个罪 就好像是你血管里面有一个血栓,把这个血管堵住一样 这个时候那些生命祝福,就没办法进到组织里面 所以人跟神之间就隔绝了 隔绝之后,人就像一个缺血的组织,就渐渐的坏死 最后就死亡了 所以那时候神就跟亚当说 你吃这个果子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他就像是一个血管里面,被塞住了 渐渐到最后,他就是坏死了 坏死了就是说,死亡就进到这个世界了 本来人不会死的 神也没有预备说,让人只为一辈子就活多久而已 神本来是让人要活到永永远远,跟他一样 但是因为犯了罪,所以他后来就死了 当人跟神隔绝之后,人就离开生命的源头 所以一旦生命从你身上离开,你就会开始有疾病,会有死亡 人离开神这个智慧的源头 你就不知道说,前面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 所以那时候,你就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智慧 于是,你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你会迷失方向,你就会陷入错误跟混乱当中 因为你跟这个智慧的源头,就离开了 当人离开爱的源头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 你也没有安全感,所以你就会自私要保护自己 同时,你会跟别人争斗 这都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所造成的结果 不仅这样子,人里面充满了问题 而且因为人犯罪,地也受到了咒诅 就长出了荆棘跟骑离,跟人来作对 所以这个环境,也跟人来作对 过去,神让人一帆风顺 但是现在,人生就不再是一帆风顺了 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当人继续犯罪,甚至于杀人的时候 该赢的话,就把亚伯给杀了 那时候神就咒诅地,说 从此这个地也不再为你效力 就是你即使汗流满面,也不得虎口了 因为地就不再为人效力了 所以这时候,那苦难就更大了 所以,人生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起源自人的罪 这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苦难? 就是因为从人犯罪开始的 所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要赎罪 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使罪得到赦免之后 神跟人,才能够重新和好 所以要对付这个罪 你把堵塞血管的那颗东西,给它打掉 让它消化不见了,消失了 这时候,才能够跟神重新联合 所以基督,也就是成为寄生 祂是以永远的生命赎了全人类的罪 你想说,一命抵一命 但是,因为基督里面的生命,是无限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祂可以一个人就抵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人类 所以,当人认罪悔改之后 他接受了基督的救赎,就可以与神恢复关系 然后,领受从神来的生命、智慧跟爱 所以,从这之后,你就可以胜过疾病 因为生命进来了 你就可以得到引导了,因为智慧进来了 你就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了,因为神的爱进来了 所以,一旦我们信主之后,这一切都恢复了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有苦难 刚刚说起来,好像是,理论上是ok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继续还是有苦难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因为别人犯罪,别人无知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会被别人的罪,或者无知,波及,而受到伤害 即使你开车很小心开,但是旁边有人不守规矩,撞到你 所以你还是会受到伤害,受到波及 我们也会继承先人犯罪的后果 虽然我现在开始,我就已经接受神的一切的祝福了 但是,亚当犯罪所留下,在我身上那个后果还在的 我身上还是会有罪性,我身上还是有软弱,还是会衰老,还是会死亡 所以先人所做的,会影响到我 甚至于我的父亲,我的祖父 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还是会影响到我 我还是会继承他们犯罪的后果 然后撒旦也是这个世界的王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邪灵的攻击 不仅说是受到人的伤害,有时候是受到邪灵的攻击 基督徒受苦,许多时候更是因为自己犯罪,或者是自己的无知 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性的,我们不是信主之后罪性就没有了 我们的罪性是理论上,在法律地位上已经死了 他已经被宣判死刑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靠着圣灵,来刺死这个罪性 让这个死刑能够真正的实现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在这个罪性的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真的是靠圣灵,来刺死这个罪性的时候 这个罪性,它还是一个trouble maker 它还是会不断的制造出许多的罪行出来 它还是会继续犯罪 而且每一次犯罪,就会引来不好的后果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受苦,因为我们还在继续犯罪当中 同时,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天天的行在灵里面 没有被神来引导 照理说,我们已经跟神恢复关系了 我们可以从神领受祂的引导,祂的智慧 但是我们没有跟祂常常有沟通的结果 我们还会做出许多愚昧的决定 以至于,还是产生出无数的挫折跟痛苦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继续在苦难的当中 但是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说 神今天祂会保守我们,免受一切无畏的苦难 因为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神就负责我们的一生 我们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先经过神的手 如果这件事情,神认为对我们没有好处的 神就不会让我们去经过这些无畏的苦难 我们所经过的苦难,都是神量过的 会让我们怎么样,得到益处的 所以神会让我们经过一些必要的苦难 让我们的灵性要得着益处 苦难会让我们得着什么益处 第一个,会让我们受管教 当我们走错的时候,我们在歧路上 当行走的时候,借着神的管教鞭打 会让我们回到正路上面去 所以西伯来书12章第7节到11节说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了,不是儿子了 万宁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神会借着苦难,让我们这个人醒悟过来 让我们这个人回转 我们曾经有举过一些例子 特别是关于这个十一奉献 有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个十一奉献是旧约的规定 新约里面已经没有这个规定了,是没错 但是新约照理说,我们所做的应该是高于旧约 旧约那个十一奉献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神指明的一个要求 为了让整个祭司的体系,能够顺利的运作 那今天我们奉献是为了教会的一些事工的需要 神的国度的一些需要 所以,十分之一照理说,应该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当然了,现在在新约里面,并没有这样一个硬性的规定 所以有人认为说,如果说你现在的财务状况 不容许你这个十一奉献,那你也不要去借钱来十一奉献 这样的话,让你的财务状况会更加的糟糕 你最好还是赶快先把你自己的财务状况,给它处理好之后 这时候再来,十一奉献比较合理 神也不会过度的要求人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是听过许多的例子,就是说 一旦你有那个能力十一奉献的话,你却没有十一奉献 那时候,你就会遭遇到神的什么,管教 虽然有一对教授夫妻,他们全家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活跃的 但是,就是常常家里面一下这个人生病,一下那个人生病 到最后,他们后来发现,他们因为没有十分之一 后来他们就十一奉献之后 后来他们家就没有人再继续生病了 他们发现,他们所花在医药费上面的 就是他们所该十一奉献的那个部分 另外也有个弟兄,他自己开了一个工厂 因为他妻子反对他把工厂所得的十一奉献给神 结果他就只奉献他们自己个人收入的十一 并没有把工厂的收入十一 结果,有一次工厂就发生大火,就烧掉的一些东西 后来算一算,那个损失刚好是他们本来工厂的盈利的十分之一 所以神借着这些事情,在管教祂的百姓 让祂百姓知道说,有些什么地方你做错了 所以我自己跟Joe也是一样 最近好像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有些财务损失 就马上检讨,是不是该奉献的钱没有奉献出去 然后一旦奉献出去的时候,你心里头马上一个很大的平安跟喜乐 所以神会借着这些挫折,借着这些事情 让我们从一些错误的光景当中转回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比较敏锐一点 因为所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刚好你运气不好碰到的,都是经过神的所量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是神在管教我们 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要让我们从其路转回正道 所以这样的苦,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 第二个,苦难会让我们的信心被坚固 让我们有一个真正活的信心 这个苦难让我们真正的去体验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在苦难当中,他会带领我们经过 你会发现,他是又真又活的 所以经过这苦难之后,我们的信心就增长了 我们就真正的认识神了 这个神不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只是一个客观的认识而已 乃是我们一个主观,对他有经历的神 所以,彼得前书一章说 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今天你会说,我信神 你会说,我信耶稣 我信,我相信 我相信祂无所不能,我相信祂是慈爱 祂的智慧,我们无法侧躲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理论上,我们客观这么认识 但是当你真正经历到苦难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说 我的神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我经过这一切的 祂是不是真的供应我一切 祂是不是全能的,祂是不是真的掌管这一切的环境 这一切就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了 你的信心在这当中,怎么样能够被兼顾呢? 这时候你就需要常常从主得到祂的话 在这当中,你常常跟主交通,读主的话 那时候神的话来兼顾你 然后就带你经过那一切的苦难 到最后你会发现,神真的是那位蛮有能力 蛮有智慧,蛮有怜悯的神 所以你的信心就会被兼顾了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救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验 这个才能够让这个神成为我们个人的神 你看到大卫,大卫那时候他没做什么错 对不对,他那时候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 他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神要管教他,没有 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完全是扫罗要这个人犯罪 他要来追杀大卫 但是大卫在那段逃亡的过程当中,他的信心就被兼顾了 他就说,神是我的高台,祂是我的山寨,祂是我的避难所,祂是我随时的帮助 后来当神救他脱离扫罗的手的时候,他写下诗篇18篇 然后就想,神是怎么样的带我经过 所以神对他来说,是一个那么真实的一位神 所以祂的信心就经过试验 约伯,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 但是经过那苦难之后 他说,我以前风文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加的深刻了 所以这些苦难,让我们的信心,就是更加的坚定 让我们有个活的信心 有一个叫做,是穆勒吗?还是谁? 那时候他在坐着一艘船,去一个地方讲道,就碰到大雾 大雾之后,那个船长说 没办法,我们这个雾这么大,我们没办法如其道了 穆勒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在哪一天之前 要赶到那个地方去,要去讲道 那船长说,那不可能的事情,雾这么大 那穆勒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船长也是基督徒,所以跟他一起祷告 开口讲了几句,穆勒说,你不用讲了 因为你的祷告里面完全没有信心 但是穆勒他一祷告他之后,神已经垂听我的祷告了 他说,ok没问题,你可以如其道达 结果他们一出去,看到海上本来都是充满了雾了 突然一片雾都没有了,完全都是散开来了 所以那个船,就真的是如其道达 所以对穆勒来讲,他这个神是一个他所经历过的,他认识的 所以他对他蛮有信心 至于这个船长,这个神对他来说,还是只是一个客观的神 他对他没有一个真实的经历 就是因为苦难会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实验 第三个,不仅会建立我们的信心 苦难不仅建立我们的信心,也会建立我们其他关于属神方面的性格 苦难使人脱离肤浅而深刻 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话,我们是一个很肤浅的人 罗马书五章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恋 老恋有的版本,英文版本把它翻成character,就是性格的意思 忍耐会让我们里面产生出一个性格 这个性格是让我们更加老恋的 老恋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把一个真理,启示给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知道了 就像是在一个瓷器上面,工匠上面画一些图样 但是需要把它放在火窑里面,高温去烧,去烤之后 那个图样才会真正的烙印在器皿上面 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些真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经过试炼,经过苦难 把这东西真正的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忍耐,但是只有苦难会让你真正的学习到忍耐 不然的话,你的忍耐只是挂在嘴巴上 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爱人 但只有当苦难来到,当那个人成为你的一个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什么是叫做神的爱 什么叫做神的爱,你就靠着神才能够去爱人 所以,许多圣经上面属神的性格,一定要经过苦难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自己里面的性格 所以,患难会生出忍耐 让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让一个神写在你身上的一个东西 一直能够更深的尽透,尽透,尽透 然后到最后成为你的性格 所以,这需要患难,来做成这样的工作 还有,苦难会让我们被破碎,会被剥夺 我们刚刚讲到说,苦难会让我们里面增加一些东西 增加一些属神的东西 属神的性格,建立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苦难也会把我们剥夺一些东西 把我们一些天然的东西拿走 所以,苦难会使人成为无有 然后,才能够被神自由的使用 我们里面有些东西 其实说,照天然来说,可能还是不错的 我们有我们天然的聪明 我们有我们天然的一些性格 感觉好像都不错,这是可以被神用 但是,不一定,神都需要先把它破碎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来使用我们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你若不压,感染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感染一颗,看起来好好的,很漂亮很美好 但是,你要真正让它有用处的话 你需要把它压碎,压成渣 之后,它才能够真正的出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练拿达成高,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这一步一步 刚刚说的,第一个神在管教我们 接着苦难管教我们,这是初步的 接着,神在建立我们的信心 信心这个是下一步的 接下来,还有里面其他的属神的性格 一个一个建立起来,加给我们 但现在神进到更深的一步 就是,要把我们一些天然的东西要拿走 要打碎,要剥夺 这次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了 当我们被剥夺,被破碎之后 什么东西会进来,神自己会进来 祂会来取代我们 你看那个雅各的一生就是这样子 雅各这个人,他充满了他的天然的聪明 充满了他天然的能力 他一个人可以把井上面那个石头给他搬走 所以他力气很大,那时候他已经77岁了 他力气很大,他也很多聪明 他可以跟他的舅舅斗法,他可以骗他的父亲 但是神就把他这一切都要打碎 到最后,他跟天使在亚伯渡口那边 天使就摸他大腿 我大腿就是他全身最强的那个点 那个点被神一碰,他就瘸了 瘸了之后,就是这个人被破碎了 破碎之后,他的名字就从雅各被变成以色列 神的王子 然后当他说,那天,当他从那边起来之后 那个日头就从他后面升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他进到一个新的生命当中 这就是说,经过破碎跟剥夺 还不是停在这个地方 后来他的女儿被侮辱 后来他最爱的拉结死了 然后他最爱的约瑟被卖了 然后他的长子去跟他的妾同床 所以这一切一切的打击,到最后这个变亚民也要被带走 但是到后来你看到那个雅各 他已经没有那个召架的余力了 他说,算了,失去就失去了 他说,你就把这个变亚民带去给埃及的宰相 他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力气在跟神对抗了 但是那时候他生命就变得非常的成熟 他那时候可以为法老祝福 所以就经过破碎跟剥夺 就经过苦难 没有这苦难的话 雅各还是那么强的雅各 神就不能用他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始祖 第五个,我们还有一个最荣耀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为主受苦,得荣耀 这不是因为我们犯罪 不是因为我们做错被管教 也不是神在我们上要教我们什么 乃是神要我们得冠冕 所以受苦是得冠冕的一个途径 这是神一个化妆的祝福 所以这种苦难,不认识的人会不敢去接受 但是你认识的人要知道说,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急送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彼得前书4章14节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当他们为我们信仰的缘故,受逼迫,受苦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结果是什么 神荣耀的灵,藏在你身上 你会常常被圣灵充满 因为你在为主受苦 然后哥林多后书4章说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急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保罗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身为一个使徒,他为主受了许多的苦 但是他不丧胆 他说,这些苦楚,要为他成就,急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基督徒要有那个眼光,看到永远 不是只看眼前暂时的,如果你看到眼前暂时的话 你就不要信主了 12个使徒,除了麦祖的之外 那个尤拉之外,还有约翰之外 其他10个,全部都是殉道的 你说,信主、信道,这样子有必要吗? 这个是荣耀,通往荣耀的道路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你看那个玛利亚 玛利亚生给她何等大的荣耀尊贵 让她成为基督的母亲 但是她为了这个身份 她需要背上一辈子的一个苦难 说她是一个不贞洁的一个女子,是婚前就怀孕 然后生下一个私生子 她要承受这样的一个误解 但是她是为了主的缘故受苦的 这个会让她得到永远的荣耀 保罗跟希拉,他们去传福音 结果后来被丢在监牢里面,打了遍体成伤 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不在遵行神的旨意吗? 这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受苦了 这当中会有极大的荣耀跟冠冕 所以我们今天要得荣耀,一定会经过苦难这条路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给我得冠冕的机会到了 我们就不要去逃避 如果你逃避的话,保罗跟希拉逃掉了 玛利亚逃掉了,冠冕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斯利凡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他眼睛打开了,看到基督站在神的右手边 他就说,天开了,看见仁慈在那里 后来他就被石头打死了 尸体板的意思,就是冠冕的意思 就是那个桂冠 然后,当他被打死的时候 真的是神就把一个生命的冠冕,赐给斯利凡 所以他的眼睛先被打开 让他看到荣耀的结局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第一殉道,他看透坟墓的那边 知道说,这条殉道道路,背后是何等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苦难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 第一个,他可以让我们得管教,让我们从其路转回 第二个,他会让我们的信心成为真实 第三个,他会建立我们其他各样的属神的性格 所以不仅加给我们的东西,也会从我们身上剥夺 让我们成为无有,这样的话 神可以自由的来使用我们 所以我们也可以为主受苦的话,这是让我们得着荣耀的一个途径 这是苦难的益处 所以基督徒神留着一些苦难,让我们去经过 是有他美好的旨意 我们如果不明白的话,说,基督徒为什么还会受苦 我们不是凡事兴盛吗 对不对 这个苦难是咒诅,不是 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而且都是我们必要经过的 当然神不会让我们经过那种无谓的痛苦 无谓的苦难 有时候撒旦攻击,那些消耗我们的 那个是神不会让我们经过 所以神让我们经过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一个,我们要警察自己 是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到神的管教 如果有,就要认罪悔改 像我刚刚说的,最近怎么好呢 一些事情不太顺 你第一个就要想说,我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有破口,让神的祝福离开了 我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偏行己路 所以神借了这样的事情来管教我 所以第一个要警察自己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要相信神掌管一切 神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你要相信说,神让这些事情发生 是有祂的美意,会让我得到益处的 而且你也要相信神的爱永不改变 不要突然发生这个事情 神你的爱在哪里啊?你不爱我吗?不是了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我们永远不怀疑神的爱 你看连参孙到他最后那一刻,他都不怀疑神,神爱他 所以他向着神的那个祷告 让他能够在死的时候所杀的 比在他活的时候所杀的更多 因为他对神坚信相信 不然的话,人都会觉得说,神已经离弃我了 不会,你看参孙他的那个 所以他被列在信心的英雄榜里面 我们要相信神的爱永不改变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平静安息 要信靠神,我们不要惧怕 所以碰到苦难,要安静,要安息 信靠神,不要惧怕 然后同时要保持喜乐 所以我们不仅是说不要惧怕,而且还要喜乐 喜乐的结果,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做得胜者 撒旦等着看你出样相,等着看你在那边爱生叹气 所以你不仅没有爱生叹气,你保持平静 甚至你还喜乐 那这个撒旦就会灰头土脸 灰头土脸 所以你在苦难当中要做得胜者 所以你刚刚看到一些经文,他说 你在苦难当中要欢欢喜喜的 而且会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所以在苦难当中,使徒劝我们就是要喜乐 要喜乐,要大大的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背后有神美好的旨意 但是有些苦难是奥秘,我们不明白 我们也许有些苦难,事后我们会知道神当中有什么美好的计划 有的时候,有的苦难,我们一辈子都不明白 那是一个奥秘 例如说,为什么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因年早逝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会知道说,他在主那边会更好的 这个我们可以确定 他一定到主那边会更好 有很多人死了,到了天堂 结果那些活着的人,拼命为他祷告 神啊!神啊!救他!让他从死里复活 后来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说,你们为什么叫我回来 我在那边好得无比,回来这边远比不上天堂 所以,其实一个人过世之后,他是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所以对他来说是更好的 当然是你会说,为着他的家人 有的人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让他留在这个地上 但有的人,神认为他已经可以离开了 至于留在地上的那些家人或怎么样 神另外会有安排,神另外会有照顾 这个我们要相信神 而且我们也要相信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的子粒 有的人他虽然应年早逝 但他的过世,神会带下更大的祝福在旁边的人身上 我们也听过一个宣教士,传福音去给那些世人族的 结果后来死了,才刚刚去就死了 死了之后,后来怎么样 结果后来经过了20年之后 他的儿女继续去传福音 那些土人后来知道,原来当初传福音,被他们杀死的那个人 其实是好意,是要传福音给他们的 所以后来他们全族都信主了 甚至于当时杀那个宣教士的那个凶手,自己后来成为牧师 所以我们不知道,一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后来神怎么样,他结出许多的子粒 所以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个奥秘 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 但是还有一种苦难,是基督徒不应该接受的,是什么?就是咒诅 这个咒诅,只有咒诅来的这种苦难,基督徒不应该接受 不是说,主啊,我在苦难当中,还是要喜乐感谢 没有,这咒诅叫破除 咒诅是一个持续性的灵界负面力量,使人诸事不顺,灾难不断 咒诅有从神来的,有从人来的,又有自己嫁给自己的 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咒诅 使我们可以脱离咒诅,进到蒙福的领域 但如果基督徒不弃绝罪恶的话,不破除这个咒诅 还是有可能落在这种苦难当中 有两把伞,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 我们或者会在祝福的这把伞底下 这时候我们会凡事亨通 好像神成为我们的一个遮蔽,成为我们的一把伞 我们躲在神的底下,神让我们做凡事都很顺利 但是我们有可能落在另外一个伞底下,叫咒诅 在咒诅底下,我们就凡事不顺 所以一个人可以,这里有两个人 他们可以花同样的努力,花同样的时间,花同样的代价 但是做出来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一个非常顺利,有祝福 另外一个,就不顺 那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都比较顺利 那个人都比较不顺 因为一个人在祝福底下,一个人在咒诅底下 特别是那些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的后代 往往看到,他们都是活在祝福的底下 那个后代本身,也许不一定说是像他的父母亲那么爱主 但是,你看到他凡事兴盛,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顺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对爱主的父母亲 或者是,甚至于有前面好几代都是,都是爱主的基督徒的 那他的后代,都是活在祝福底下的,凡事亨通 但是反过来讲,有的人就是凡事不顺 因为有一个灵界,有一个力量,在那边拉扯着他,让他凡事不顺 那个灵界的力量是什么?叫做咒诅 所以在那个生命纪,摩西说 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成名在你们面前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 蒙福就是祝福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 受祸,原文就是说受到咒诅 所以以色列百姓,神把两个伞放在他们面前 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 你怎么样会在祝福底下,就遵守神的诫命 你怎么样会在咒诅底下,就是因为你不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六个支派,站在基地心上面,宣告祝福 六个支派,站在尾巴路上面,宣告咒诅 就说,你们行这些这些,神就祝福你 然后另外六个支派说,你们行这些这些,必受咒诅 所以我们在祝福底下,或在咒诅底下 会影响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亨通还是不顺 怎么样知道说,一个人在咒诅底下,有七种迹象 这个是夜光明牧师,他分析出来的 第一个,如果你这个家族里面,有精神错乱,或者情绪崩溃的 这个就是一个迹象 那这个常常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 第二个,如果是有一再性的,或者长期性的疾病 特别是遗传性的疾病,这也是一个迹象 如果这家族里面,有些多的不孕,容易流产,或者相关的妇科疾病 这也是一个迹象 第四个是,婚姻失败,跟亲子疏离 如果你这个家族里面,好多都离婚 然后或者说是父子关系不好,妇女关系不好 这就是一个迹象 然后,持续在财务上匮乏,不是偶尔匮乏,是持续匮乏 这背后可能有一个咒诅的力量 第六个,总是容易发生意外,三不五时就出车祸 这个人常常就是会出意外,这背后可能有个咒诅 第七个,家族当中有自杀,死于非命,或者早逝的历史 这些都是一些咒诅运作的迹象 所以《夜光明牧师》有一本书叫做,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 对这里面,他就分析的很详细 他特别强调是说,如果只有佐列一两项问题 还不足以确定,是不是出于咒诅 但是如果有几项问题都同时出现 或者其中有一项一再重复出现的时候 咒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了 不过,也不要疑神疑鬼 最后是要靠着圣灵,属灵恩赐的运作 才能够提供绝对准确的判断 所以有些人有这种分辨的恩赐 他可以知道说,OK 或者说是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大家会说,这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咒诅在当中,需要破除的 那就最准确了 但是这是一些迹象 所以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 你发现,他好像有很多这类的问题 你就要开始考虑说,可不可能是背后有一个咒诅 可以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传道人,牧师 可以帮他做一些辅导 当然,有的人他们就光看夜光明牧师的书 然后照着里面的一步一步做 到最后,里面那个咒诅就自然破除了 这里头讲那些什么 咒诅的来源 第一个,有从神来的咒诅,神会咒诅人 因为圣经里面有 就是对于叛逆跟不敬畏神的人的审判 比方说亚当犯罪了 神就咒诅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夏娃生产要经过许多的艰难 该隐犯罪了,后来地就不会给他效力 这都是咒诅 同时,神也会咒诅那些咒诅亚伯拉罕的人 祝福亚伯拉罕的闭蒙祝福 咒诅他的闭蒙咒诅 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今天,人如果咒诅犹太人,也会被咒诅 所以夜光明牧师在他的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 有个阿拉伯的商人,他从小就咒诅以色列人 结果后来,他信主之后 在这方面,神就开启他,破除这个咒诅之后 他就整个灵性还有事业,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还有,违反西乃三支约的以色列人 刚刚讲到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 后来,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例的话,就会蒙福 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受咒诅 所以那些违反这个约的以色列人,包括什么 特别在生命纪27章里面提到 敬拜假神,不孝敬父母,欺压弱者 还有各种乱伦,或者变态的性行为 这些人必受咒诅 所以这些人,他们咒诅是哪来的?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们不守约,所以神就让咒诅临到他们 还有,取一些当灭之物 就是,他说你不可以取偶像上面的金银,拿回家里面去 这些东西的话,会让你成为当灭的 所以这是一个咒诅在那个地方 还有,不纳十一奉献 马拉基书里面有写 那些不纳十一奉献的,是当受咒诅的 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咒诅在那里 还有,有些咒诅是从人来的 人的话语有能力,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当人咒诅人的时候 这个背后是有那个力量的,我们不要轻看 第一个,特别是权威人物 就是父母亲、师长、丈夫、牧师 他们说的话,对于他们底下的人,特别有那个力量 所以那时候,挪亚对迦南的后裔发出咒诅 因为迦南父亲寒,把挪亚喝醉了 没有穿衣服的样子,宣扬出去 结果挪亚就对迦南发出咒诅 因为迦南可能是把这个消息给他爸爸说的 因为后来就再传出去了 所以迦南他就成为什么,他兄弟的奴仆的奴仆 有人认为说,就是韩的后裔,可能是今天的非洲的人 非洲人后来真的,的确在历史上都成为奴隶 一直到现在,很多还是非常的落后 所以当中是有个咒诅 雅各对拉杰发出了一个咒诅 因为拉杰的时候,把拉班的神像偷走了 然后拉班追过来要找 雅各就说,你在谁身上找到,那个人就当死 结果,那个神像是在拉杰的这个帐墓里面 那后来拉班没有找到 雅各说,那个东西在谁那边,谁就该死 这个咒诅就临到拉杰的身上 所以后来拉杰很快的就难产而死 另外米家的母亲对米家 这个是在诗诗记的第17章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个米家的母亲,她有些银子被偷走了 结果后来她就咒诅那个小偷 结果后来米家说,那是我拿去的 那个妈妈就怎么说 愿耶和华祝福你,为什么? 她要用一个祝福,把前面的咒诅把它取消 把它cancel掉 不然的话,那个会有力量的 另外撒旦的差异 包括法师、道士、巫师、撒旦教的祭司 那些人,他们会对人发出咒诅的 那你不要以为说那迷信,那个是有力量的 所以那时候巴兰就拿了钱 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如果不是神拦住他的话,那个咒诅真的会有力量的 但后来神拦住他了 然后血气之言,我们在背后批评人 讲一些毁谤的话,或者闲话 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力量的 夜光明牧师,他自己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在海外,在那边要举办特会 结果那天肚子非常痛,上肚下血 后来他祷告,怎么回事啊? 后来神就启示他 那时候在美国,还是在英国 有他认识了两个好朋友,在背后那边批评他 说对他的一些决定,在那边批评 所以这个批评,导致他这边拉肚子 所以这个背后批评人 有时候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些攻击 我们也认识了好几个,我们很熟的人 背后有人在说他坏话,他马上会知道的 我觉得有人在说我坏话 然后有人在说我什么,都蛮准的 为什么?就是说,他有个直觉 这些东西会在灵界里面,产生一个力量 就相当于咒诅 还有赎血气的祷告 你在祷告里面控诉人 或者借着祷告来控制人 神啊,你要让他这件事情不亨通 神啊,你要拦阻他 神啊,你要让他往哪边做什么决定 有时候那个祷告不是合神心意的 但是确实有力量 你会觉得说,很莫名其妙 不是只有合神心意的祷告,神才垂听吗? 没错,神垂听合他心意的祷告 那有些不合他心意的祷告,是谁垂听了? 是那巫术的灵垂听了? 所以邪灵会把你的那个祷告抓去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当你做一些血气的祷告 不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时候 有人说,其实你就是在行巫术 你所做的跟那个法师道术 巫师做的类似 你让邪灵有一个机会 去影响你所祷告的那个对象 所以我们讲话有能力 我们不要随便乱讲话 祷告也不要随便乱祷告 另外,约束亚也对重修耶利哥城的人 发出咒诅说,以后谁重新修耶利哥城 利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 安门山的时候必上幼子 后来果然成就了 为什么?因为有个咒诅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这个咒诅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咒诅 自己对自己说一些负面的话 利百家对于雅各说 凡是落在你身上的咒诅,都落在我身上 因为他让那个雅各去骗以撒 对不对 他害怕说,这样我会遭咒诅 利百家说,你的咒诅都落在我身上 结果后来利百家到他死的时候 都没办法再见到雅各 他把一些咒诅加在自己的身上 还有求让耶稣定十字架的大祭司 他说,留这人写的罪,归到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 就后来果然,留耶稣写的罪 就归到后来那些犹太人的身上 他们两千年来留离失所 没有人可以咒诅犹太人 除了他们自己咒诅自己之外 所以当他们自己把这个咒诅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个咒诅的底下 彼得三次发咒启示 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结果后来,他就是把一个咒诅加给自己 但是后来主耶稣说,彼得你爱我吗? 那三次问彼得 彼得三次说,我爱你 所以主耶稣是借着这样子来cancel 来取消彼得加给自己的那个咒诅 还有,试约 有时候你加入一个团体 说我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 会遭受什么样什么样的摘殃审判 你有时候起了一个势 就把自己落在那个咒诅的底下 共济会也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需要破除这些咒诅 这些因咒诅来的苦难,不是神要我们受的 在咒诅底下的这个苦难 对我们来说,没有建设性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咒诅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 或者说成了咒诅 就属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 所以很多基督说,主耶稣已经帮我们承担这个咒诅了 我们怎么还会在咒诅的底下呢? 会啊,为什么? 就像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 对不对?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就自动会得到医治 不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吗? 照理说,那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就可以得到医治 不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的咒诅 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就会自动的脱离咒诅 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认识真理 我们需要平信接受这个真理 然后靠着圣灵,使这个真理实化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祢因祢说的鞭伤,使我得到医治 我为这样的一个真理祷告 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 圣灵在我里面啪,一个启示,一个光 让这句话亮起来,让这句话成为神个别对我的一个应许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得医治了 我得医治了 那一样的,咒诅也是一样的 咒诅人家说,原来我背后有这个咒诅 那这时候,我需要接受主耶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 祂帮我单单的这个咒诅 然后我就破除这个咒诅 所以,破除咒诅可以分成七个步骤 第一个,承认你相信基督还有祂为你所做的牺牲 所以你要承认,接受祂为你所做的 第二个,为你所有的叛逆行为跟罪悔改 因为这些行为,使你落在这个咒诅的底下 所以你要为这些事情悔改 然后,恳求神赦免你这一切的罪 然后,你要宽恕所有曾经伤害或者虐待过自己的人 就是包括那些,用言语在咒诅你的人 你不要说,原来是祂咒诅我,害我这样子的一生过得这么凄惨 有的牧师说,你离开我们这个教会 你出去不会亨通,神会惩罚你 结果出去的时候真的是不亨通 因为被那牧师咒诅,牧师是一个权柄 但是他说,你第一个,你需要宽恕他 那些曾经伤害过你,你要宽恕他 这样你才能够从那咒诅的底下出来 还有,要弃绝跟秘术或者是撒但有关的任何的联系 这些东西会让你落在咒诅的底下了 然后,要做一个从咒诅得释放的祷告 这祷告,其实就是把刚刚这个1到6 全部就是把它划成一个祷告 最后就是相信领受,并继续留在神的祝福当中 你要看详细的话,就看圣经简报站的祝福跟咒诅这一篇 里面也讲说,怎么祷告 有人就这样子,被巫师咒诅 结果后来,那个姊妹就看了这个教材 结果后来就照着里面祷告 一祷告完结,这个身体不要而愈 所以,的确是有咒诅 然后,的确我们需要破除 所以,这个东西是当中的苦难 神不要我们经过,神要我们破除 最后,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天灾 天灾带给我们很大的苦难 从去年底,澳洲野火 去年9月开始,到今年的1月之间 澳洲东南部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丛林大火 共烧毁了5900多栋建筑物,34个人死亡 共有数十亿动物,在这场大火当中上升 我们有讲这个,关于这个山火 从山火看末日,我们有提到这些事情 还有它的意义 这个一直烧,烧到1月 烧到1月之后,终于下大雨了 把这个火给扑灭 可是,下完雨之后,变成水灾 所有这些房子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一下子先是火灾,后来又是水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神在说什么话 东非发生蝗灾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东北部,遭到数十亿只蝗虫的肆虐 啃时光,成千上万英亩的农地 这是伊索皮亚和索马利亚25年来,最严重的一场蝗灾 蝗虫入侵 肯亚是70年以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蝗灾 你看下面,这个蝗虫真的多到无法想像 然后,中国发生武汉肺炎 现在被称为叫做新冠肺炎 就是去年12月在武汉爆发之后 到目前,全中国已经有45000个人确诊,1100个人死亡 这个数字,其实有人认为说,后面应该再加个0 因为这些数字,可能都没有正确的反映出真实的状况 超过80个城市,进入封城的状态 这些都是天灾 但是天灾当中,有基督徒死了,有非基督徒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圣经里面的天灾,包括地震、旱灾、饥荒、黄灾、瘟疫、洪灾、火灾、风灾等等 都是神对人类的审判 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末日将至的警讯 神不仅借着天灾,来惩治被约的以色列人 在生命记28章里面讲到说,你们如果被约 如果你们就不遵守神的诫命的话 这些灾都会临到你们 所以,因为神跟以色列人当中有立约,对不对? 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约的时候,神就用天灾来惩罚他们 至于以色列人以外的那些外邦人 神会不会用这种天灾,来审判他们?也会 所以神也会借着天灾,来审判刑罚列国 显出祂对罪恶的愤怒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其实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样本 让我们知道神的性情怎么样,知道神的法则怎么样 所以,祂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互动 其实也可以应用在祂跟列国之间的互动 我们看到地震,地震在圣经里面,往往是伴随神威严的同在 比方在西乃山,神降临的时候,那个地大震动 另外它也象征神的审判 启示录高一扬揭开第七印的时候,还有天使倒下第七碗的时候 还有两个见证人,复活升天的时候,都发生大地震 这都是象征神降下审判 旱灾也是,旱灾在亚哈年间 神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而降下三年半的旱灾 在迁徙年当中,凡不上耶路撒冷去过祝蓬节的列国,会遭到旱灾 所以旱灾也是神的审判 饥荒也是 大卫年间,神因为扫罗家流了祭便人的血,而降下三年的饥荒 黄灾,在约尔书还有阿摩斯书里面都提到 神降黄灾,来审判以色列人 埃及十灾当中,有一灾也是黄灾 瘟疫,我们现在看到的 暴恶性的十个探子都死于瘟疫 会众因为可拉事件攻击摩西亚伦,就有14700个人造瘟疫而死 所以这是神的审判 还有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跟巴黎碧尔联合行营拜偶像 就有42000个人死于瘟疫 大卫、苏联百姓就召来瘟疫,死了7万个人 这些都是神的审判 埃及十灾里面,神以瘟疫来击杀牲畜 审判埃及地 所以很明显的,瘟疫是什么,是神的审判 洪灾,罗亚的时代,神以大洪水来毁灭全地 火灾,在罗德的时代,神降天火,毁灭所罗马俄摩拉 风灾,在以赛亚书29章第6节说 万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炫风暴风,并吞灭了火焰,向祂讨醉 所以风灾,也是神的审判 天灾,既然是神对人类的审判,显出那对罪恶的愤怒 人面对天灾的态度是应该什么? 就应该是认罪悔改 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天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认罪悔改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那个癥结 所以那时候,摩西对亚伦说 拿起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又加上香,快快带到慧众那里,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所以那时候,因为那些人攻击摩西亚伦,就是神让瘟疫爆发 所以亚伦就拿着香炉,加上香,为老百姓赎罪 照理说,赎罪不是拿香炉赎罪,赎罪应该是陷器才赎罪的 但是用香炉去赎罪的意思就是说,为百姓认罪代祷 认罪代祷,这是拿香炉去赎罪的意思 所以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 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左边是死人,右边是活人,亚伦站在中间 结果瘟疫就止住了 所以亚伦他是象征什么,他象征今日的代祷者 有人说亚伦是象征基督,亚伦在某些方面象征基督 但在这件事情上头,亚伦在这边是讲的是今日的代祷者 因为这个代祷的缘故,让死亡的权势就止住了 就停在左边,没有去碰到右边的这群活人 所以这个代祷者代祷什么?赎罪 拿着香炉赎罪,就是认罪的祷告 认罪的祷告 所以神在历代字下,第7章这边说 那个时候对所罗门说,因为所罗门建了圣殿 然后神就说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粗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名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所以有天灾,有旱灾,黄灾,有瘟疫,怎么办? 他说,有些人要起来祷告 谁啊?称为我名下的子民那些人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地上,出现一些天灾 谁要起来祷告?教会 教会要起来祷告,然后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可是我没有犯罪,是我的同胞犯罪 所以你要为他们认罪 让神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之后就医治他们的地 所以,如同罪是个人苦难的来源,罪也是天灾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要让这个天灾止息,是要为众人认罪代求 这是神指明的责任 罪得到赦免之后,地才能够得到医治 那我们今天要为什么认罪悔改? 我们看到哪些罪会引来天灾 第一个,留无辜人写的罪,会引来天灾 那时候扫罗杀了鸡变人 结果天就三年饥荒 所以留无辜人写的罪,会引来神的审判,接着天灾 还有亚述人残暴杀人 所以那时候,约拿到亚述那边去传道 就说,神的审判要临到这里了 神的审判要临到这里,为什么? 因为亚述人残暴,他们对待列国的人,非常非常的残暴的 他们留无辜人的血 所以这个事情,会让神降下审判的 今天我们要为武汉废原 我们需要为什么事情认罪悔改? 留无辜人写的罪 我看到有个网友,他从大陆,他就告诉我 他认为说,中国需要为什么事情悔改? 为堕胎悔改? 因为那一胎化政策,不知道死了多少的婴孩 都是无辜的婴孩 都是胎儿 需要为这件事情悔改 虽然我自己没有堕胎,我没有帮人家堕胎 但是,我们需要为这个百姓,为这个民族 在这件事情上所犯的罪悔改 还有,清算斗争 中国多少年,很多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 中间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斗死 还有,政府镇压那些异议分子 天安门事件,对不对? 有多少无辜人的血,被留在那块土地上面 所以今天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天灾 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为这个国家认罪悔改 为了留无辜人血的罪 第二个,骄傲跟悖逆神的罪,也会引来天灾 大会赎点百姓 就里面有个骄傲 有个骄傲,结果后来神让他从三个灾里面选一个 后来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 神让他国内有三日的瘟疫 所以骄傲跟悖逆神,会引来天灾 那时候百姓攻击摩西亚伦,就悖逆神 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 所以引来的瘟疫,对不对? 今天在中国,我们要为中国的什么样的罪悔改? 无神,没有神 愚昧人说没有神 中国一向的教导大家都没有神 然后教导大家人定胜天 这是一个极大的骄傲跟悖逆神的言论 要为这样的事情,认罪悔改 让神的审判离开 还有暴力跟欺压人的罪 以色列人欺压贫寒,结果后来以色列人就被掳 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国家 神借着各样的灾难,临到那个国家 因为神说他们欺压贫寒 在中国,当一个政权欺压弱势的民族的时候 逼迫教会的时候 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到主了 就碰到神眼中的同仁 这个会引来神的震怒 这是暴力跟欺压人的罪 你不要讲说还有维吾尔族 还有这些藏人 有些少数民族,受到一些欺压的 这些都是神所证悟的 拜偶像跟淫乱的罪 以色列因为拜巴利比尔 还有所多玛、俄摩拉、众狱、滥交 这些都会引来神的震怒 所以后来神用瘟疫,神用天火来审判他们 那今天在中国呢? 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崇拜偶像 但是神会有偶像崇拜 会把人当作偶像来崇拜 还有淫乱 淫乱这个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有 而且现在越来越厉害 然后同性恋 还有在中国一个很特别的是 教会成为大淫妇 教会成为大淫妇 不讲神的道,而是在宣传共产主义 这个让教会成为一个大淫妇 所以为着这些事情,教会要认罪悔改 为着这个国家认罪悔改,为着百姓认罪悔改 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传讲的信息是 天国进了,你们应该要悔改 第二次来的时候,神以越来越密集的天灾,来警告世人 世人也应该以悔改的态度,在主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 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要地上的人怎么样?要悔改 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神也是要地上的人要什么?要悔改 当世人还不知道认罪悔改的时候 教会就应该站在祭司的地位上面,代替世人认罪悔改 当我们态度正确,祷告到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神就会垂听收回他的手,使灾难提前止息 让人还有悔改的机会 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祂乃愿意人人悔改 这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神〆 serviles